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未来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写的序和他自己写的字序 因为这本历 这本历是为啥要下出来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当然就是作者的序 作者的序就把整本书的重点讲出来 那整本历我都不能说 整本历给人说完 我就讲他的序最好就是 把这本书的重点点出来 这本的历都是一种文化环形的书 文化思考的书 所以花哥要加注很多 我自己加注的意见 和于姐的意见以外 加注我的解说 顺便把 因为于姐讲的是 中国的卑贱的文化 那么同样呢 受汉民族 汉文化 鲁家文化影响的台湾 还有受到一些这种毒素 所以台湾也有这种毛病的所在 花哥急急减减的 补充下去 让大家做一个 彻底的文化 的欢迎信的文童 好 今天继续讲他的序以前 花哥讲今天礼拜五 礼拜六明天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台湾社会 应用到台湾将来 10年一 10年一 就是国民党所发动的四个公投 四个公投里面 他要重启核四 他要反对三阶 要为了保护 早就要反对三阶 三阶的案子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要缓莱猪 说从美国 有莱克多巴胺的猪 他要缓对他进来 第四个呢 要公投绑大学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呢 为了捍卫台湾的事情呢 你一定要出去投票 投票的原因很简单 你有时候有些事情 搞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你只要判断一个事情 就清楚了 现在中国的电视 共产党所控的电视 叫大家去应和国民党的 这个意见 所以国民党现在是战斗人 所以要支持他 要反对蔡英文 叫大家去投同意 那这个票就很容易 投了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 在这个时候 叫大家去搞公投案 去投同意 共产党同意了 我们就不同意嘛 很简单嘛 所以这四个公投案很简单 你就去盖和共产党 不一样的主张 就是不同意 四个不同意 不要让国民党和共产党 那么过来过去 用来用去 害台湾啦 今天很重要 你一定要 拜六的名字 你一定要 去投这个公投 这个公投 可能比你选立委 选管制序 更重要的 更多啦 因为这四个案 都影响到台湾 将来的国家的战斗 台湾人既然是民主政党 我们自己就是主人 主人就是要自己的主政党 自己的意见 保护自己的国家 不是说 等自己的国君来保护 有的时候 很多不是说 一定要在建党里面建 两个选票 一张选票 把国民党在那边搞的 你给他 抖一个不通议 你别再乱了啦 你给我点点啦 台湾好好地发展啦 疫情慢慢地趋缓以后 让你做生理的 做游浪的 这些公司呢 可以安定来面呢 去恢复一下园区啦 你不要这么要求 一直走到台湾人啦 所以台湾人 叫你明天才出去呢 给他抖了也不同意啦 四张不同意啦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来说 这个余杰的 卑贱的中国人 他讲 余杰再三强调 我讲的卑贱 不是讲那个穷的人 地位低的人叫卑贱 他说不是 我讲的是 人格的卑贱啦 特别是中国的地区分子啦 文化人啦 政治人物啦 人格上啊 比一般老百姓 还要更加卑贱啦 这些地方啊 他说啊 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人 有三大的历史文化影响 很清楚啦 这个叫做流氓文化啦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的特征 就是流氓文化 中国人向来就不是讲和平的人啦 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所讲的 中国爱好和平啦 没什么事情啦 看中国的历史啦 中国人在什么时候 这爱好和平呢 让人家习户 让人家习户的时候啦 国力衰落的时候啦 啊 这说爱好和平 爱好和平啦 要如果要共产的 就开始千六百人 就台人放火啦 中国所谓的所谓 开国皇帝啦 刘邦啊 朱元璋啊 就是历史上最大的流氓啊 朱元璋 刘邦是怎么样的流氓 有空发个再讲给你 慢慢讲给你一听 他事实上就是最大的流氓 项羽如果不是太君子的话 也不会输给流氓 刘邦啊 啊 朱元璋不断是流氓 他把自己和他打天下的人 杀光光以为 他根本就是后来精神病啊 所有对他有权利的 在他身边有权利 就杀光光啊 你甘知道朝廷里面的宰相 要向皇帝讲话 要跪下来三户九户 谁发明的 朱元璋开始发明的 然后朱元璋开始 又把宰相 因为胡贵雍的事件 把宰相废掉了 以后所有的大臣上朝 要向皇帝讲话要跪下来 朱元璋开始的 这是新京兵的大流氓的方程 这毛泽东一再赞美 这个朱元璋啊 所以毛泽东也是更大的流氓啊 蒋介石也是流氓啊 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共产党的职业领导人 哪一个不是流氓 现在习近平是更大的流氓啊 这流氓作风啊 中国的领导人啊 政治领导人 每一个都是流氓 都不是偶然的 那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啊 政治人物只要有权力 他就变流氓了 花哥还需要举例吗 最近台中二选区 要选几个东西 你看那个不是流氓的战争吗 哪一个不是流氓啊 云林的那个不是流氓吗 中国文化里面就是流氓嘛 表面上都是鲁家 人意道德四为八德 实质上都是流氓嘛 表面上是鲁家的四十五金 骨子里面就是水浮站的流氓嘛 第二个特征什么 叫做太监的文化 男孩子把鸟鸟割掉 割掉你就没有权力了 都不会张我皇帝的女人啊 全世界没有像中国太监 这么多的啊 朝廷里面啊 方唐到什么程度 你刚才五代十国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汉啊 南边的汉啊 南汉这个小国家 小朝廷啊 统治多少人口呢 一百万人口 一百万人口里面 有几个太监你知道吗 历史书上记得很清楚啊 有五万个人是太监呢 一百人一百万的 统治一百万的小朝廷 南汉啊 南边的汉国 五代十国的南汉啊 一百万人口里面有五万人太监啊 鸟鸟都割掉啊 他为什么需要五万个人 当太监呢 那个皇帝 南汉的皇帝 昏庸到什么程度 他除了太监淹调到宫廷里面 对女性 他不会有妄想 不会沾罗到他的美人以外 他连所有当大官的 都要把鸟鸟割掉啊 他说什么 因为割掉以后鸟鸟这个太监割掉以后就不会有后代 不会有后代就不会有政治野心啊 所以连大臣的鸟鸟都割掉啊 所以他后来这个朝廷南汉这个朝廷 是被赵匡英的一个大将把它统一把它灭亡 灭亡的时候说 全世界的奇观 统治一百万人口里面有五万个人是鸟鸟没有被 男孩子鸟鸟是被割掉的 中国的太监文化是恐怖到这种极点 到清朝的时候呢 到乾隆以后呢 要征求五千个太监呢 报名了两万个人 两万人割掉以后 但是朝廷再怎么用也只用五千个 剩下一万五千人怎么办 弄一个 弄一个收容所 把这其他一万五千个割掉鸟鸟的人收容在那里 但是就是派不上太监给他用 到最后这一万五千人 都变成强盗出来 为了活下去 然后通通被 被剿灭掉 太监文化不只是把人的肉体的鸟鸟割掉啊 文化人也在心理上把它心理上淹掉啊 最有名的连肉体和精神都被淹掉的 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啊 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那么勇敢啊 鸟鸟被割掉了啊 活下去没意思 说拼了啊 我写这个造实历史上的丑陋面 通通给写出来啊 你要把我杀了就杀了 因为我活的生不如死啊 史记太史公才有这个胆量 剩下的不是啊 剩下的朝代里面这些 他这些大臣不把你的鸟鸟割掉 但是把你的精神 把他帮你当太监 用什么东西当 把知识分子的精神 把他太监割掉呢 精神的鸟鸟割掉呢 科举制度 你属于要来当我的官 你就要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就是四书五经 要对皇帝效忠 这个叫做太监文化 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那边 到处太监文化 台湾也一堆知识分子 是被淹掉的 没有良知 没有胆识的 这种文化到现在还存在的 叫太监文化 二十一世纪 海峡两岸的 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都还有这种知识分子啊 到处都是啊 第三个叫什么 戏子文化了 什么叫戏子文化 政治人物 所有的东西都在演戏啊 没有一个是来自于真心的 嘴巴林讲的 和做的都完全相反的 你看看 两岸的 在中国那边的温家宝这些 习近平这些 从头到尾不是都在表演吗 说爱国爱国 你查查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女儿都在美国 都美国籍 台湾的呢 台湾的中国人马英九呢 自称为台湾的中国人的马英九呢 全家除了他以外 生下都美国籍啊 他姐姐他妈妈 他自己的儿子 女儿女婿 他没有儿子的女儿啊 女婿的 全部是美国籍啊 只有他 他可能双重国籍啊 口口声声爱台湾 全国都美国人 这不是戏子文化是什么 不是表演文化是什么 习近平连女儿都是美国籍 温家宝那更不用讲 胡锦涛那更不用讲 对不对 他爱多爱中国 多爱中国 为什么你们的孩子都是美国籍啊 过今明天发哥会来讲 专门讲成龙这个演员 这个人虚伪到什么程度 说中国将冠文化 他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样子的 古代叫做戏子 但是发哥不愿意这样讲啊 就是表演者啊 就是忧人啊 古书里面叫忧人嘛 优秀的忧人 忧人就是表演者 宫廷里面需要一些戏子来表演啊 这些人是没有主张的啊 演得好 皇帝给你嘉奖 演不好就是被杀头啊 完全没有自己的人格可言啊 这种戏子文化也充满了官场 也充满了文化界 中国共产党哪一个领导人不是在演戏 台湾这边一大堆的政治人 哪一个不是在演戏 朱高正说政治就是高明的骗术 这个不是朱高正讲的 这个是康德讲的啊 德国的这下康德讲的 但是朱高正引用来讲 大家都一直误以为是朱高正讲的 但是别人讲的可以 朱高正能不能讲 朱高正你是来选举的呢 你是骗选民选票啊 你骗选民选票 你在选举 你还说政治是骗术 那你自己也在演戏啊 你也是骗子啊 是非 社会上没有是非 所以整个中华文化里面的三个要点 就可以包括了 这余杰真的讲的太精彩了 他不是现在才这样 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现在更是厉害 他说另外呢 在中国那边呢 自称爱国的中国人 这些人啊都有三个大文化 都有三个大毛病啊 第一个大毛病是什么 大中华教啊 只要提到统一了 祖国的墙大啦 好就精神化作 冬季同样啦 屁屁串啦 兴奋的屁屁串 不是 驾到屁屁串 只要祖国统一 他就 他就送啊 就高潮了啦 但是他都没有看 普罗大宗是怎么过火的 上海已经是第一流的都市了 在四川的两千三百公尺的 海拔上的一个农村 人和猪和羊是住在一起的 人比猪还没有尊严啊 猪还比人珍贵啊 这是他所看到的 这大中华教 这些一讲到统一就皮皮抓了 他都没有看 老普大众 普罗大众 是真的 在的人权状态怎么样 第二个呢 他们都偶像崇拜 崇拜了毛泽东 毛泽东破灭以后呢 崇拜邓小平 邓小平在破灭以后 崇拜习近平 他们没有偶像就活不下去 不断的制造偶像 然后不断的破灭 然后再不断的叫人民去崇拜偶像 第三个呢 叫做斯德哥尔摩镇 像艾未未这些中国的艺术家 他在中国的时候 不是被警察软禁 糟蹋 拳打脚踢 侮辱到极点 好不容易逃到美国去 逃到美国去以后呢 他竟然就公开讲 赞美说中国共产党是法治的国家 他为什么要在美国去讲 中国共产党是法治国家 在中国国内被打得 狗血淋头 什么都不敢坑 因为在美国那边讲了以后 他家庭 在中国的家庭才会安全 被强盗欺负到最后 认同强盗 中国还有一个女性 得到诺贝尔奖的 一个女性叫做赌奥 她在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公才在诺贝尔奖的典礼里面 赞美毛泽东 他们两代人都被毛泽东 糟蹋到不像人的 再逃出去在国外研究 才得到诺贝尔奖的 就是被强盗 强暴到最后就认同强盗 这个心理学的病叫做 斯多哥尔摩尔 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啊 台湾有几个学者 爸爸妈妈是被共产党杀死的 在中国大陆在共产党杀死的啊 这个教授在台湾 不断的在赞美共产党啊 他反对国民党没错 反对国民党到最后大的晚年 都在赞美共产党啊 他爸爸妈妈被共产党杀死的啊 台湾有没有这种人 好几个啊 这不是斯多哥尔摩尔是什么 包括金庸就是啊 金庸他爸爸是被共产党斗争 公然在斗争死掉 拿来坐飞机戴帽子 游街示众 把他侮辱到几点的啊 到最后呢 共产党还给金庸 然后给金庸呢 一个浙江大学的一个学位呢 他就送他去歌颂共产党 这是什么东西呢 全世界有这样的个性呢 民族吗 好 接下来讲到说 这个卑贱的中国人 他不是一种 他说呢 于婕呢 我在这里 把中国的毛病 中国人的毛病通通指出来 你要问我说 于婕说那怎么治疗 于婕说我没有治疗的药法 我是作为一个作家 批判的作家 我是很清楚研究历史 到研究现在的共产党 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 中国人就是这么卑贱 你说要怎么治疗 我不知道要怎么治疗 目前我没有药方 我只是作为一个作家 所看到的 所思考的 所见证到 而且印证过的 就是这样 至于要怎么救 那就很多人 大家来研究啊 于婕说呢 这种现象 不只是在中国这样 德国统一前的东德 东德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 叫做马赤 马赤在东德西德合并的时候 他研究东德的人民啊 完全没有办法 开始没办法 适应西德的民族世界 为什么 他们几乎都是精神病的 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讲 以精神的平衡来讲 他们是精神病人 他们的精神病症状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办法救 他说呢 那是怎么样的症状呢 来后我先忙等了 这是一个上海快乐的地方 下云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邦 各位听众 我是五金法法格 德国的心理学家 他出生在东德 在共和共产党的制度之下 长大 后来变成德国世界级的心理学家 他在研究两德 两德统一以后 东德的人民 汉西德一比较之下 他们才发现 他们满身的心理疾病 没有办法适应一个民族的社会 马次讲出来 我觉得惊讶的是 他不只是在政治的人物 东德共产党 当过共产党这些人 没办法适应 他在经济上的人物 科学上研究上的人物 法律上的人物 艺术家 教育家 全部都有病 以一个人的普世价值来讲 那这些人的病 是怎么来的呢 认真研究出来的 就是独裁政治之下 独裁政治之下呢 他们从小被洗脑 怎么样的一个洗脑呢 他们整个东德 每天和东德的人民洗脑 要表示 效忠于马克思社会主义 理想的德国 所有的政治口号 斗争人的时候 都是用最粗壁 最下流的语气 在怒骂一个人 让他失去人格 然后呢 所有的政治运动 都是荒谬到极点 就像中国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 他那个是荒谬到极点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越穷的人表示越有正义感 为了斗争地主 一般的平民斗争地主 平民里面在分你的 你的年收入是1000块人民币的 那就被500块人民币的人斗争 有500块人民币收入的 被100块人民币收入的人斗争 越无产的表示越正义 就是这么荒谬的逻辑在进行 你以为这是推理小说吗 它实际在发生在中国的事 它也发生在东德 所有的人都公开说谎话 而且说谎话是迷目张胆的说谎话 政府的媒体 所有的人都公开说谎话 你看看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公开的向西方呛吓 因为美国拜登 弄了一个全世界的民主同盟的会议 中国没有被邀请 中国的对外发言人讲什么呢 中国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公开说谎话 公开扯谎 大言不惨 那你看他他是正经八百在讲的 他还不是开玩笑在讲的 他用这样的洗脑他的老百姓 他更好的洗脑洗脑是什么 好像武汉肺炎传染病来了 他说你看看 欧洲这么多人都不听政府的话 都一直传染这个病 美国你看看 武汉肺炎都控制不了那么多人传染 你看我们这边 控制下来了 所以专制才是对的 太自由 自由是坏的 中国老百姓信 他没有去想 这个病的武汉会员 这个病 COVID-19这个病 是中国这种专制体制 是要隐瞒了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才 从中国烫到全世界去 全世界人类都受害 这个病如果在民主国家 就不会这样 因为第一步就会被阻挡 就会被有知识人报纸爆出来 然后就挡住 他不会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中国人民不是这样想 他们被整个宣传局去灌输一个脑筋 我们中国因为我们把你封城 把你封在家里 把你铁条钉死 牺牲了少部人 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病 美国你看他们爱自由 爱自由你看就一直得病 所以自由是不好的 专制管理是对的 中国人就需要专制管理 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还有很多中国人还相信这套的 更糟糕的 连台湾还有一群人在 国民党这批人 就有一批混蛋 还赞成这种意见的 但是台湾的黄疫 虽然对人民有一些限制约束 但是我们有像这样 把中国共产党把你钉在家里吗 你得病就把你钉在家里 不准出来吗 没有啊 我们还是过着正常的民主 基本上正常的民主 秩序的生活啊 民意还是可以表达 用人民自己的自觉 自己的自省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 这种道德 我们自然去约束 我们也达到很好的效果啊 所以说一定要用 管理牲畜一样的方法 所以说一定要牺牲小部分 来保护另外一群人 所以说这个制度才是对的 所以台湾为什么 让中国共产党那么害怕 那么痛恨 因为就隔着台湾海峡 同样应付武汉会员的方法 就完全不同的方法去应付 台湾应付得很好啊 让他证明说 他讲的那一套 中国人需要像 要管起来才有办法 中国才有办法 这是个谎话啊 但是他政府整个漫天说谎的时候 你连自觉都没有啊 那现在国民党也是 是个公投委在批骗你啊 台湾缺电啊 所以要有核事啊 核事 共产党那边也建了 一百多个核电厂 他们都没有出事 我们怎么会出事 中国共产党没有出事吗 是你不知道他出事 不是没有出事 中国共产党那边 中国沿海他土地这么大 万一有一些事情 他还控制着人 人可以逃 台湾要逃到哪里去 台湾只有三万多平凡公里而已啊 稍微有一点 比较严重一点的核灾 就没没地方跑啊 这个可以 可以用这样的话去欺骗人民吗 而且公投就这样啊 不是吗 所以你的公投 你真的是用科学的态度 去探讨的问题吗 他都是用煽动的嘛 就是看不得台湾好嘛 很简单的问题啊 那很简单就可以去想得通的问题 但是你在被洗脑的 像中国战事体制之下 你就是想不通 那你想一想嘛 我们小时候就好了 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 蒋经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一天到晚唱反攻大陆之后 我们真还以为我们可以反攻大陆呢 从中国来的老兵 还真的给他战事受填证呢 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以后 把哪一个县的土地都封给你呢 国民党的制服还开给你一个战事受填证呢 你真的可以拿着这个受填证到中国去分土地呢 荒唐嘛 但是那个谁敢说荒唐 有多在脑袋里面还真的想是真的 所以这整个他东德的马赤讲 在这个独裁政治之下 东德的宣传术 洗脑的宣传术讲 他所有的作为所谈的话 全部都是心理战 也就是让你的认真 让你的认知能力 认知的判断啊 整个都扭曲 要等到东德和西德统一以后 东德人跑到西德去看 原来西德人生活不是像我们这样生活的 他们活得很快乐 那不必这样子去约束 他们西德人自然有西德人处理事情的方法 原来不像中国共 这个东德共产党宣传的这样 好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是什么呢 他说中国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只分两种人 习近平也很清楚 把这种人这些习近平的统治继续 很简单把14亿的中国人分成两种 一种呢 简单天真 从小给他洗脑 他都不知道醒过来了 一辈子也不会醒过来 这些愚蠢的民众 也不必管他 只要用这个监视的监视的仪器把监视住就好 只要让他们互相检举就好 他们就乖乖的了 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 对共产党的意见不一样 偶尔会在报纸在别的地方写文章 发牢骚表示抗拒者 那么共产党是怎么样 就是把他用宣传把他斗臭 把他用惩罚 把他关起来 把他羞辱 种的枪壁 不种的给他坐牢 坐穿这个牢 然后这些人只要侮辱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就会屈服 叫他屈服 屈服以后呢 共产党他把他吸纳过来 吸纳到共产党里面的中下阶层 变成他可以管更多下贱的人民 他们就自以为他们是共产党里面的权力阶层 他就丧失了自我 几乎100个人 99个人在共产党发现 只要压力够大的时候 他就人格他就会屈服 到最后就会放弃 放弃抵抗共产党 这就可以把他管理的好好的 所以在中国的人民里面就分成了两种 一种就乖乖当牛当马 像养猪一样乖乖的 只要给他赚钱机会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就是摧残他 磨难他 然后就要把他拉到共产党里面去 共同来折同人民 然后他们显现的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卑贱 就是人进来或出去赚大钱 赚不赚赚大钱就可以了 这个口号在台湾也出现 这样的口号里面还有台湾人相信 还多人投票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口号这个政策 这个手法是共产党在用的 这个口号这个做法是要干嘛 就是要培止卑贱的人格 你现在台中看的不是一样吗 冬天好天冷了 给你供完汤喝 给你炒米粉 给你在家菜多一点 再给你流水洗 然后你就乖乖的会出卖你的人格 然后再对于你好一点 说我有情有义对你很好 你家办上市给你包 包大白包 你家办喜事给你小红包 然后你到时候呢 你最重要的选票 就是出卖自己的人格 出卖自己的人格 还觉得自己呢 是有够道义 因为人家对我这么好 当然我票就要投给他 管他去抢银行 管他去货国殃民 哥哥和我什么关系啊 就这样子的 给你磨练在磨练之下 让你变成一个卑贱的人 卑贱的文化 卑贱的品格 在卑贱的文明 卑贱的品格里面 还有什么妈祖信仰 妈祖是天上的神 妈祖为什么需要金牌 妈祖是海神 妈祖用海神 木头磕得还会浮起来 用黄金做的海神 放在海里面 不是沉下去吗 但是从来没有人 这样去想过真正的 比较高尚的信仰 没有去想这样的事情 任何我们人需要钱 当然妈祖给他一千块 他也高兴 就把神格贬低为 一个卑贱的神格 这是什么教育 这是什么东西 你想想看 你从各种 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证据 你可以看出来 台湾既然有这么荒唐的地方 在园林 在花莲 在台中现在的地方 这种人可以横行22年 好像没有政府一样 没有国家一样 没有群制单位一样 没有法院一样 这些资料慢慢撒出来以后 你都觉得惊吓 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之下 法治政治之下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而且不是存在一天两天 已经存在二十几年了 那是什么 是民主政治有问题吗 不是 就是这样子的 台湾人的文化里面的 某一些性格被利用以后 变成一个卑贱的性格出来 这样的东西呢 比任何事情都难救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 你到底要给下一代 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到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教育里面 他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他就变成这样 人会卑贱到无限制的底线 但是台湾 我们还好有自由民主选举的制度 有自由民主的言论的制度 有自由民主的电视新闻媒体 我们可以去判断 我们可以去真正的 像个高尚的人格去改造 让我们变成 不要再受这个将冈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的将冈文化的影响 台湾人变成 另外一个品质的台湾人 我们就是要去追求 中国人和台湾人的差别 不是在血统而已 血统是很次要的 我们又不是狗和猫 为什么要讲血统 为什么拼命要讲血统 那你说花哥你不是有在讲 林玛丽的血统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再讲 我们是同一家人 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为了缓击他用科学给你证明说 我们流着不同的血 但是不是代表说 血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不是台湾和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 在文化 在可以选择的文化 在人格上可以选择的人格 在人权上可以选择的人权 我们差别是在这里 那你想想看 新加坡人不都是从中国去的吗 你现在去问新加坡人 你给新加坡人说 你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 他当然说他是新加坡人 他不会说他是中国人 不但是新加坡人是这样 新加坡的自己的国父 李光耀就这样讲 他说我的国民 我们新加坡很多都是中国来的 姓吴的姓林的姓陈的 没有错 我们是从那边来的华人 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李光耀说我不是中国人 这李光耀讲的 我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祖先是华人 没错 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我不是中国人 因为我作为新加坡的领导者 我所有的利益的考虑 都是以新加坡为主 我领导的人民是新加坡人 我要建立的国家理想 是新加坡的理想 不是中国人的理想 也不是中国人的性格 也不是中国人的文化 是我们新加坡人独特的位置 独特的文化 独特的人格 独特的国格 所以李光耀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有华人血统的新加坡人 台湾人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余杰给你讲的就是 你要彻底的去理解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交给你的所谓 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根本就是个谎话 中华民族也不伟大 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是虚构的 他的本质也不伟大 他的文化更不伟大 他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人 是卑贱的人 在人格上的良知上 是没有办法 和一个进步的国家 来相批并论的 所以除非你抛弃这些 了解这些文化培养人民的 一个卑贱的那一面 你才可能成为21世纪 一个进步的世界公民 余杰写这本书的用意在这里 余杰讲得更彻底糟 我没有恨铁不成钢 博扬讲骂这个中国人 就怕这个中国人反弹 博扬还说我是恨铁不成钢 但是余杰说我没有恨铁不成钢 因为我不认为中国人是铁 中国人根本是一堆淤泥 它不是铁 本质不是铁 所以我没有恨铁不成钢 我就是把他的缺点指出来 到底将来要怎么治疗他 大家想办法 这是一个诚实勇敢的 余杰所讲出来的话 这本书请你好好的念 真的是了不起的一本书 多谢您的收听 明天感谢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